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好久没出门 武汉今天在下雨 武汉一定会好起来的 到了医院了 2月1号的医院了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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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袋的一袋雪浆大概有400ml 然后抽出来的雪液还会还给我的 所有的管子跟里面储存雪叶的离心杯 全都是一次性的 也不会存在交叉 在协和医院隔离 一直到22号 就做了核酸检测 然后23号早上就出结果 就是确诊了 1月22号17点55分 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阳性 真的很对不起各位亲戚朋友 当时要转院去金银潭的时候 然后老公从青山 就开车到协和医院来 说要跟我见上一面 他赶过来也就是怕 再有见不到我了 然后我当时很难过 也就是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1月23日晚上9点 转入金银潭的第一个月了 刚刚被检查出来的时候 被确诊的时候 人的情绪是很低落很低落的 当时我就出现了 真的电话也不想接 任何人的一些联系 我都不想回复 然后自己就沉浸在这个恐惧里 就觉得自己很不幸 但是后来我老公一直就跟我联系 频繁地联系 后来他就把我发给他的一些情绪的一些视频 他就传到网上 结果后来就收到一些 全国各地的陌生人的一些加油啊 鼓励啊这个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看你看看一看 他说真的很多不认识我们的人 都在鼓励我们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有针对性地就录一些视频 住院的时候打的针 主要就是墨西沙心和帕拉米尾 这是金银潭 为我们病人提供的伙食 看看 大家都是起来自己坐着吃的 所以我们的状况都很好 不要担心 终于出院了 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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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这个病程的所有病友们 嗯 其实所有人 内心 都是都是善良的 都是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的 我作为武汉的一个市民 一个康复者 我也很愿意出来 做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会好起来 大家加油 加油 又这么这么历 到任何 Bour Bowl 黄断 是啊 血